- 环球老综合报道在退群,美国19日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,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力, 当天下午在国务院宣布了这线决定,美方退出的理由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,对以策略成有偏见,以及无法有效保障人权,打着美国优先竞选口号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,自上任以来,为保证美国优先频频退群。 据不完全统计,美国已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、巴黎气候协议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、议案和协议等多个重要的国际组织或协议。 台湾东三新闻云,20月对此进行了梳理,时间先后顺序如下,一上任三天,宣布退出PPP2017年1月23日,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,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、PPP。 这也是特朗普宣誓就知美国总统后,签署的第一贯总统命令,特朗普在竞选中曾多次抨击PPP在摧毁美国制造业,承诺当选后不在签署大型区域贸易协定,而是注重一对一的双边贸易谈判。 其余11个成员国只能被迫接受事实,在日本领头下,余下的11国重整西谷,将TPP更名为CPTPP全编且先进的TPP,对协定内容做了改动,并于今年3月份,在智利圣地亚哥宣署协定。 据了解,特朗普有重返TPP的意愿,前提是获得比原先协定更好的待遇,体现美国优先。 2.旅行大选承诺,退出巴黎记号协议。 2017年6月1日,特朗普在白宫美国人宣布美国退出巴黎记号协议,他表示该协议以牺牲美国救济为代价,让他无法支持。 美国需协商新的条款,才可能重新加入,甚至缔结新的气候协议。 但条件是必须对美国公平。 三银欠费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。 2017年7月12日,美国宣布决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,一年生效,这是美国继以984年后第二度退出该组织。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,美国决定退出的主要原因包括,不断增加的欠费,教科文组织需要根本性改革,以及不买的该组织针对以色列一贯的偏见。 4月主权被损害,退出全球移民协议。 2017年12月3日,美国政府宣布退出由联合国主导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,理由是这一多边谈判,损害美国主权。 在此之前的2016年9月,联合国召开首次难民和移民问题峰会,包括美国在内的193个会员国,正式通过移民与难民问题纽约宣言。 争取在2018年制定移民问题全球契约,以保护移民的基本人权,并制定措施以帮助他们找到住处、工作、获得受教育机会,不退出伊朗核协议。 全面喊停商业合作,2018年5月8日,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。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发表电视台话,称干协议是一笔糟糕的买卖,并表示美国将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。 美国单方面退出干协议之后,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未来对伊制裁的宽限期。 针对不同的行业,美国财政部几率从90天到180天不等的宽限期,允许企业在期限内退出出伊朗的商业合作。 宽限期过后制裁将全面生效,并且将适用于任何美国之外,跟伊朗有商业来往的企业。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表示,从现在开始任何人都不应该跟伊朗签署新的商业合约。 之前的2015年7月,伊朗与核问题六国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俄罗斯、中国和德国,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。 根据协议,伊朗承诺限制其和计划,同时享有和平使用和能的权利。 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措施。 柳筹无法有效保障人权,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。 当地时间2018年6月19日,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。 UNHRC指责人权理事会长久以来对伊朔列承诺偏见。 联合国对美国做出该决定表示失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